保有原來這個大家共用一大塊記憶體 共用一大塊記憶體 那這個 所以蠻方便 壞處呢 壞處是 不容易維護 基本上最大的是不安全 就記憶體原來是都比較安全 我記憶體裡面的東西都 像你們去參加金頓獎 最重要的一個東西就是 我記憶體裡面的東西把它給抓下來 我只要能夠進到記憶體就可以 所以大部分很多流氧器的漏洞就是 流氧器應該只在它自己的範圍裡面 不 應該只在它自己的範圍裡面 像有好幾次流氧器的漏洞都是 OPRA有前兩年 就是去年有很大的一個漏洞就是 就是它 一個小城市它在OPRA下面 它就可以弄到OPRA之外的記憶體去了 就是說 你每一個城市在記憶體裡面這一塊的 那你不要到其他地方的記憶體 在MultiStra的時候呢 大家共用記憶體 你這個Process幾個出來共用記憶體 那 共用的時候是方便 但是共用的時候我要做壞事 我也 或有人想要做壞事 也比較方便 所以這個 這個 不過這種壞事我相信 有能力自己寫城市做的人越來越少了 大部分都是用工具在做的 那其實現在常做的大概都是 其實像最近這些什麼駭客手法什麼 也是其實沒看到很多新的 比較新的大概都是Social engineering的手法 那這個 這個一般的話技術上的手法其實現在越做越簡單 就是就越來越越來越簡單 那那那這個 但是因為網路的因為我們一些新的應用起來 所以看起來問題越來越嚴重了 但是 但是 到這搜集員研究你的那些手法越來越這個 譬如說 譬如說 你會寫的你要不要繼續 那很多人就會繼續 可是有時候你也沒做什麼事情 突然跑出來 那你會 你會按繼續還是按cancel 還是關掉 大部分人都是cancel嘛 不要做了對不對 大部分都是cancel 可是按cancel就中毒的人就很多了 因為我只要 我這個script在上面 只要你執行到 你可以到的時候 我就 如果我可以知道 你就用什麼防毒軟器 如果不知道也沒有關係 對 有些人根本也搞不清楚自己用什麼防毒軟器 但是我try 我知道我按市場的比例來分配 那我用哪 那總會有些人 有些人被 被 cancel的時候你就開始執行 然後cancel的時候 你就link到哪裏去 cancel的時候 所以 這個只是Social 他手法根本沒有 他根本不曉得原來的手法 但是他只要利用你的心理 欸 這我不能繼續的 你不繼續你就 你不繼續你就 你就 你就繼續 就這個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 Anyway 就是 這些 都是比較新的 過去沒有這類的問題 現在這種問題就越來越多了 所以這個 這以後我們有機會再談 OK 那是multi thread 那asynchronous call 呢 asynchronous call 主要就是因為 你要寫一個真的multi thread 雖然現在我們系統 雖然支持multi thread 但是 你要寫一個multi thread的應用 又有resource sharing 又有同步 那這個時候呢 發展的 這個複雜度就很高了 我說 這個我自己的經驗 是 大部分自工系統 也 不用功的 不管用功不用 你要花很多effort 才能夠做得好 寫好multi thread的這個程式 那 那所以呢 有些系統 它就支援這個 asynchronous function call 然後 達到了 creantive 的multi thread application的這個效果 所以 什麼叫asynchronous function call呢 就 asynchronous call 非同步的call 就是 sender can do something else while waiting for the message receiver to complete a task HS就是這個樣 我所謂 我client端 如果有multi thread 當時可以multi thread的來做 但是我multi thread 程式很難一些 但我有一個 做成asynchronous的話 我 一個 原來在做這件事情 另外一個的話 去call別人的時候呢 你原來的那一個 那一個工作 仍然可以繼續 你不需要 等到 對方回應回來 你才 繼續下去 我們說這個 AJAX的好處 這個我不用再講了 如果大家 如果沒有缺乏這一部分 就再自己去看看 什麼是AJAX 好 那 那 那這種形式也可以達到 premented multi-threading的這個 效果 所以 所以很多的這個 系統也開始 用這個asynchronous call的方法 這種層次比較容易寫 相對的 跟multi thread比起來 這層次比較容易寫 那 然後 到底回憶什麼時候來呢 那是由我這邊的程式 由我 由我這sender這裡 再繼續再check 這叫asynchronous call 好 那是process management部分 要注意到的 那在memory management的部分呢 memory management部分 要注意到的 這個剛剛提到的 XIP SQL in place SQL in place SQL in place 那一般的這個 基本的memory management 那它的feature 如果有support virtual memory的話呢 那 包含protect the address space share virtual memory memory mapping 就是基本上 我們memory management的這些東西 在新的這個 新一代的mobile opering system裡面 都可以support 那 那 那每一個process 它有它自己的 虛擬virtual address space 然後是在被保護的 這個address space 環境之下 然後share virtual memory 我想這個 應該大家也都知道 所以我code 這個multimedia 它可以 可以放在 一個share的 這個frame buffer裡面 那 memory mapping object呢 那 那如果你比較大的 這個object 你可以map 都可以這個 處理 那 那這樣的話 讓我們的這個file operation 變得比較簡單 所以基本management 是這個樣子 那sqinplace xip 他們講xip 那 跟傳統的有什麼不同 在傳統的系統裡面 desktop系統裡面呢 我們 我們 原來的程式 是擺在 硬碟上面的 那然後呢 再把它漏到記憶體裡面 然後再執行 我Newman的架構 都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 不叫xip 那個叫copy and xq 那現在 我們說大部分的mobile banking system 是用xip xqinplace 那 那這代表什麼 代表我們 可以執行的這個程式呢 我是放在 persistent storage rom 或flash裡面 原來的 我們的 可以執行的程式呢 是擺在 volatile的storage 擺在hard disk上面 hard disk上面 那現在 在行動裝置裡面 我們是把 程式擺在rom 跟flash裡面 然後在執行的時候呢 我們直接就從 這個 它store的這個位置 就執行 什麼叫execute in place 我放在哪裡 就在那裡執行 我們傳統的程式 不是execute in place 是我把它 放在硬碟上面 然後你再把它load到memory裡面 然後 所以是有assign給你 放在那個位置裡面 然後再執行 現在是 擺在flash哪裡 就執行了 很簡單的概念 大家也都知道 但是 但這個名詞可能就 就這個 那 那 那execute in place 有什麼好處呢 那 它save RAM 那 你的RAM 就不需要RAM 直接在 那 NZIP 它會 它對flash跟rom的需求 就會增加 那flash跟rom 那flash有它flash的問題 我們上次 有特別提過 read跟write 不太一樣的 那這個 但是 技術也是在進步的 那 那 那檔案呢 和這個 可以執行的這個 程式的image excuseable image 這image不是 不是指那個 影像 這image是指這個 程式檔 可以執行的這個程式的image 那 那通常它在 flash跟run裡面呢 它是 以壓縮的形式來 來這個 儲存的 對不對 那 但是如果你要做 excuseable in place的話呢 那flash就不能夠壓縮了 對不對 所以 這代表什麼 就是要更多的空間 那如果 我們 我們在 有的時候在傳輸的時候 也是壓縮的時候 要save頻款 要節省頻款 所以是壓縮的 可是如果你要做excuseable in place 立刻要做 那 除非你要再多 當然你說 我可以再解壓縮再做這個 那你們等那麼久 每一個程式 你要解壓縮 所以 所以 而且呢 這空間也 就是要做trade off 多做一個動作 要怎麼整 那基本上大家看 現在excuseable in place 比較有效率的做法 所以就是excuseable in place 好 那記憶體看完了 然後這個memory看完了 那再來看什麼